前场3打3 许波对着邓卓祥 邓卓祥面对防守再交给许波 回销邓卓祥 面对防守扣了一个 再扣了一个 左脚打满 60分钟 邓卓祥在韩国队的小进军内 大进军内完成了他漂亮的舞蹈 中国队何时能够在右脚 欢迎大家来到咖啡最终求林 现在就像收看到的是 2010年冬亚杯中国队对战韩国的比赛 在这些东亚杯上将一共是有 中国队韩国队日本队以及 中国香港来参加 在此前结束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是和日本队0比0打平 而中国香港则是0比5大比分输给了韩国 所以在赛前其实相对来讲 更多的声音是会比较看好韩国队 双方场上队长则是杜威 韩国队这一侧的话则是8号金正友 远路 第一下没有过去 曲波再传门前 投球攻击 超进了 比赛刚刚进行到4分10秒钟 鱼海在中路接到了右侧曲波的传球 完成投球破门 哇 鱼海啊 鱼海啊 这个球我不知道当时大家在看到之后 是什么样的表情 在看这场比赛算是发生的时候 当时我没有看到直播 而是正和大家在吃饭 吃饭的时候 有朋友在看底 在看比赛 这一瞬间 这一瞬间 能想到吗 中国队对着韩国队居然是在比赛 刚刚开场4分钟多一点点 就已经取得比赛领先 鱼海 鱼海 当年的风之子 韩国队在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 用13号 朴朱号 换下了14号 李正秀 12年前还多一点 外围的大门 扬至漂亮 这脚大门来自封线上的李根号 控球率42% 对58% 将近4-6开的一个控球率 前场降断 又来机会了 高林 大门 比赛第27分钟 高林 再次完成进球 24岁的高林 24岁的高林 就已经可以攻破韩国队的球门 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 球队当中的这些年轻学员就说 在我们这个年龄层上 我们从来都没有怕过韩国队 这是韩国队自己后方线上的一次出球失误 送给了中国队进攻的机会 李云赛再想出来 高林 抢在李云赛身前先将球送进球门 比分 2比0 李云赛啊 生无可恋 感觉像在看科幻片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多一点 多一点科幻片可以看 第一个是鱼海 第二个是 左边路杀进去的高林 高林 拿球之后进入进去 再来一个 啊 这个球 李云赛扑了一下之后 球球权再次来到高林脚下 结果第二脚 高林 没有能够做上连接的动作啊 将球碰出底线 这场比赛韩国队确实是他们的 旅欧的队员没有回归 但是是他们在 K联赛以及 勾联赛当中 能够出战的最佳的选手 那是中国队最好的一次 夺冠的机会 中国队裁判认为这一次并不犯规 后场抢断 前场3打3 许波推给邓卓祥 邓卓祥面对防守 再交给许波 回敲 邓卓祥 面对防守扣了一个 再扣了一个 左脚打 60分钟 邓卓祥 在韩国队的小禁区内 大禁区内 完成了他漂亮的舞蹈 中国队 何时能够再拥有这样的进球 中国队 何时 还能再拥有这样的邓卓祥啊 3比0的比分 60分钟 中央队 3比0 来看这次中央队是在后掌完成抢断之后 许波 带球高速突进 和邓卓祥 完成两次传接配合 传过来之后 许波再交回给邓卓祥 扣了一个 再过一个随后 用左脚推球门的圆点 禁区内的舞蹈家 邓卓祥 那时候 天不怕地不怕 认识32年未曾战胜过的韩国队 邓卓祥 也不放他在眼里 3比0 3比0 3比0啊 有路脚球机会 低平球 战术配合 再交脚后跟 底线附近 扫门前 中间又是中国队高点 进区内要小心了 门线上 吓死人了 这次门线上完成解围的是荣浩吗 好像是 20号荣浩 在门线上极限解围 没有让韩国队打进进球 危险啊 这个球 再来看 荣浩 这球 应该是没有整体进门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即便当时没有门线技术 我们也是 可以从慢进来看到 这个球没有完全 越过门线 冯小婷都已经疯了 这个球是 最后是由他们的场上队长啊 8号 金正友 完成了攻门 杨志 已经对这球 其实没有办法了 韩国队 队长拿球 左脚 第一下是 甲扣 来到 左边再打 杨志这个 不太应该啊 因为中超的话 向咖啡这个嗓子 来看一下进区内 杨志立功了 漂亮后点 还有机会 再来一脚又是杨志 胜杨志 这曾经在 攻体 也是响彻全场 还好啊 刚才虽然说 滑了一下 但是随后 杨志的这两次扑就 表现还是不错 裁判 高举双手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 中国队 依靠着 于海 依靠着 高林 邓卓祥的进球 3比0的比分 战胜了韩国队 这是一场传说 这是一场 来自12年前的比赛 希望中部队 在接下来的这12年 还能够为我们带来 类似的更加精彩的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